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6日 昨天本来想讲中国在包围台湾军演的时候 首先他把台湾包住了 然后他通知这些民航客机改航道什么的 但是他没有完全封死 而且昨天的新闻是 在日本叫做专属经济区的海域里面 中国往那个里面打了导弹 日本正好是会见佩洛西 然后他发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说 中国发射飞弹构成严重问题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造成冲击 岸田文雄说他已经要求中国立即取消军演 就是说昨天这个军演的一些情况 还有这个蔡英文就说 台湾蔡英文总统就说 针对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实弹射击演习 指责中国的行为不责任 破坏了台湾海峡的现状 侵犯了台湾的主权 督促中国要理性自治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民主台湾 共同遏止片面不理性的军事行动 这个军事演习就是介于说 侵略和军事行动中间的 你说它是军事行动也可以 这么说这次他这个演习是非常靠近台湾的 非常靠近台湾的 而且中国官方的百度地图什么的 中国这个局域网里面的这些中国地图 都把台湾已经给九段线 原来南海是九段线 现在变成了十段线 把台湾包在里面 而且不承认什么海峡中线什么的 等于说中国通过这次演习 就完全向台湾那边侵略 你说侵略的准备 他已经做了 对吧 这个就等于是侵略的准备了 下一步肯定是要侵略 肯定是要武力统一 他不会停止在说 我就在你周边放放导弹什么的 他已经放到日本去了 那中国是不承认 中国外交部是不承认 日本的说的 刚刚日本首相说的 这个专属经济区的 那么我理解就是这种 每一个国家有领海 首先你周围附近有多少海里 是你的领海 然后领海外面 有可能是商业公司 或者是政府 去做一些商业活动 捕鱼什么的 商业活动的 那一块就叫做专属经济区 其实这个东西 就像你们 我的理解就是这种 你看我们在我们这边 你不管是排队还是干嘛 你不能靠人家太近的 对吧 就像你一个人 这种 Personal Space 个人空间 你除非你想去侵犯他 或者是有事找他 你要跟他交谈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靠很近 靠的稍微近一点 否则平时没什么事情的话 你这些走路经过也好 就是尽量让出更大的空间 那这个空间也 也不是说法定规定的 一定要是 几米几米 一个人之间几米几米 没有法律规定了 这只是一个共识 就是说西方国家讲的 这个专属经济区 中国外交部直接说不承认 是可以的 你知道吗 没有人规定 你不能当流氓吗 对吧 你说不承认 你说没有这个 没有法律规定 是他妈没有法律规定 这个只是文明世界的一个 文明本来就是 文明的国家 本来就按很多规则 大家的一种默契 很多有名文的规则 是一定遵守的 然后还会出现很多的 其他的这种规则 比如说 之前我们讲过一个 很好的东西 叫基本法的东西 它这个东西是根据案例 之前的案例 那这个就自然而然 形成一种说 自下而上的 那自然而然在这个社会中 很多这种 民告官啊 个人告企业啊 就赔你很多钱 你就告赢 稍微一地怎么样 你就告赢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一个哥哥 亲哥哥 他就是 年轻时候出了个车祸 什么事情都没有 但是他一辈子 什么都不用干了 赔了他几百万英镑 他是 他是英国爱尔兰 对 就他呀 就我那个朋友 如果再说吧 他跟我讲的那个 你知道吧 他就 他就 就这种 这种情况 知道吧 就 就这些 很 很 注重弱者的 这种 这种 基本上是一个默契的东西 法律上没规定 你说 你一定要 他是弱者 然后在法律 再规定一下 什么是弱者 怎么判定弱者 然后拿这个事管 把这个细胞分析一下 这个细胞 是不是弱者 不可能的 知道吧 这他妈神经病 知道吧 你基本上 他是这样形成的 就是说 一旦实行基本法的这种 English common law 应该叫普通法 不是基本法 跟香港那个基本法分开 实行这种 有这种法律体制的 这种国家 他自然然就知道 说 你不能用权力去 做任何事情 想干什么干什么 就得自然而然 大家就去 自然而然就向着弱者 就相对保护弱者 然后以至于 你可以装弱者 或者是为了去 获得一下好处 装成一个弱者 有的女性家暴 不像Johnny Depp 跟那个Umber Heard 就是女性装 那个他 有些说的不是事实 然后但是他装成一个 完全就是一个 男性家暴 他的一个弱者 然后就还也获得了很多好处 他也去做这种 家暴形象代言 靠这个东西 他就是形成一种 这种形象了已经 那很多东西都是 不会去法律规定的 因为你不遵守这个的话 你就更加不可能遵守 其他的法律 就你不考虑 人和人之间个人空间 你不考虑国家和国家之间 你妈的海岸线 就一定要贴着海岸线 中间那块地方 出去捕鱼可不可以 对吧 这些东西是不用讲的 很多东西不用讲的 但是到中国这边 你必须给他讲 你不讲 他就说你没讲 这不是 中国讲的没错 你知道吧 他是没有规定过这些东西 这些海岸线 所以说 他这个演习 已经是又干扰这个航道 又放导弹 到这个专属经济区 这种事情 那他国家的人 如果因为你放这个导弹 人家正在那捕鱼呢 然后死了 那他政府都完蛋了 你知道吗 日本政府就完蛋了 然后呢 就是昨天还有这个七国外长联合发声明 对这个中国的军事行动 然后这个美国国务卿说 美国国务卿是正在缅甸 出席这个东盟外长峰会 他说美国仍然是一个中国政策 然后呼吁北京停止这种军事行动 就是说中国发射的九枚导弹中 有五枚落在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 那这个美国这个说法 他就是 首先他说美国还是坚守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首先美国认为的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 跟中国政府认为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是完全是两回事情 但是美国不讲 美国希望你认为的 我说的是你认为的那个 所以他这样是等于说 等于就是你一个 就等于就等于美国在示弱 就是安慰你 而且今天 昨天我就觉得 美国正式的这种 就是这种反应 对中国这种围绕台湾 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反应 今天有一个正式的行动 正式的这个这个表达他态度的行动 就是这个拜登 说希望拜登希望安抚 不是拜登说的 是共和党人说 他判断 因为美国最近取消了一次这个洲际 推迟了五角大楼 推迟了一次洲际弹道导弹的实验 就是共和党人认为 是拜登怕激怒习近平 是要安抚习近平 是怕这个在这个中国 这个搞军事演习期间 你这边尺射洲际导弹 怕激怒中国 直接就开战了 对 怕激怒中国 他不是不是直接开战的问题 是他怕激怒中国 知道吗 所以说就轮到台湾 就变成了一个 现在台湾的处境就非常的不好 你知道吗 那大家只是说 谴责中国 然后呼吁中国 停止这个军事行动 还是中国也在看世界各个国家的反应 对吧 那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样 他进去说是维和行动 然后这些 美国啊 北约啊 这些国家的人呢 他们就说 你不是 不是那个维和 他在跟他 等于说在跟普京 在辩论 你这个到底 你这个不是 不是什么维护和平 你就是入侵 你还跟他讲这个东西干嘛呢 对吧 他说 他一个流氓 他妈的这种坏人 他干的事情 他说 我说 我把你们都杀了 我是为你好 然后 然后你说 嗯 嗯 你不是为我好 你跟他讲这个东西 你跟他讲 你不能打脸 还是什么 你必须得马上制止 他这个行动 但是全世界都没有 美国都只是给乌克兰武器 没有人制止 所以乌克兰死了那么多 平民老百姓 对吧 那台湾也是一样 现在中国 他的这个军事演习 已经搞成这样 然后他国内 也已经把这个台湾 放到他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国土里面 然后 然后这个 还有谁 还有些什么行动 反正这些这些行动 都是他这个 台湾有自己的政府吗 对 有自己的这个这个 嗯 护照 有自己的这个 这一套这个体系 系统 民主体系 呃 有自己的货币啊 各方面 有自己的这个市场啊 那你怎么 你别的国 这些其他国家 都是在看 中国在把台湾军事包围 然后 然后 自己国家的地图里面 把他给画进去 嗯 大家都是在看 然后美国就说 怕激怒习近平 都这种时候 还在怕激怒习近平 就是 那么习近平只会进一步采取 那 那中国政府肯定 要我 我也 我也使劲啊 对 我也蹬鼻子上脸啊 对吧 给脸 不要脸 那么给 那么我 给阳光 我不灿烂干嘛呢 对吧 嗯 嗯 然后台湾还公布了这个 叫 什么 呃 能源储备 就是说 他如果被封锁了 跟外界没有交流了 通过这些军事 呃 中国的这个实弹军演 把 把这个 台湾给封锁住的话 他说 石油有146天的储备 呃 煤炭有39天的储备 天然气有17 11天的储备 也就是说 呃 中国是军演打算是 三四天吧 还是对吧 对 那那如果是军事演习个11天的话 他就没天然气了 台湾 嗯 中国也不给他的话 那 这个呃 台湾之前有一个投票嘛 说是废除核电站的投票 还是用天然气发电 那呃 呃 有台湾有百分之四十二点几的 这个电力都是天然气发电的 嗯 所以如果封锁下去的话 起码 很短的时间内十几天 你你这个电力就 台湾电力 台湾电力就没 不行了 对 所以 所以台湾现在是非常 非常非常 呃 难过的一个处境 非常呃 就看他现在就看他演习 美国在这种时候 还是在安抚习近平 就是这种 就是这个 这个 你说现在这种 呃 不知道在搞什么 哈 那么我觉得这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个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吧 希特勒入侵波兰了什么的 这些 这种时候 大家那个时候 其他的国家 也都没有去管他 而是而是发展成世界大战以后 被逼的不得已了 这些国家被参战了以后 才才才参入到这个 呃 加入到这个战争中 那么现在就有点像当时一样的情况 那么俄罗斯打乌克兰打 他 北京开始包围台湾 封锁台湾 我 之前我们讲到过 对吧 中国去武统台湾 不可能像中国网友说的 拿导弹把台湾炸平 他肯定是封锁 让台湾跟外界没有交流 包括这些自然资源 包括他那些能源储备 给他断掉 然后 呃 逼台湾 就范 对吧 不可能他把台湾炸平 他要台湾没用 他肯定是这种方式 所以现在已经第一步迈出去了 就像俄罗斯说 我去维和 结果我入侵乌克兰这么长时间 到现在 甚至这些国家的人都 很多很多国家的人 很多人 都认为说俄罗斯是正义的 对吧 乌克兰有些纳粹什么的 有乌克兰什么欺负这种 乌东地区的人 不给他们好的生活什么的 对吧 都变成这样了 对 就是说 你很难 人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呃 中国俄罗斯这种逻辑 就是说 我把呃 就跟这个 现在有些人 说的这个人口过多了 对吧 我把世界一半人杀掉 然后我们的大家资源都够用 你们 你们都财产翻一倍 吃的东西都够用 呃 然后呃都好好的活着 我是 然后然后就有人去想说 呃 他是好意啊 你知道吗 就没办法 那是你行不 嗯 嗯 对这个这个不会去 对这个特别是呃 你你不会考虑这样 就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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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别人的吗 你在那一半里面 每个人只会考虑自己这个的 这个是人性恶的一面吗 人是只会考虑自己 也也会考虑别人 对吧 两面都有 嗯 但是很 但是这个这个中国这种呃 他非常会利用这个这个另外一面 人的恶的一面 来达成他的目的呃 这样做一个坏处就是 你到后面没饭吃 就是搞不成这样吧 呃 社会经济没有活力 市场搞不出活力来 没有这个活力 你就没办法有饭吃 没办法创造价值 这个这个缺点 就是优点 你可能达到你的目的 就大家觉得说哦 中国哦 这个搞这个演习了 哎呦不错了 这个中国就像外交部讲的 中国怎么绝不答应 怎么呃分裂国家 分裂别的国家领土 什么的这种 嗯 中国说有中国这个这个大使 说有这个呃 有这个16060个国家 说说什么呃 说佩洛西访问台湾 谴责佩洛西访问台湾挑挑事情 嗯 然后有人统计了统计了里面就十几个 就就几个国家 根本没有他说的160个 知道吧 嗯 我看那个那个在哪里啊 根本没有他说的160个 我我知道有个伊朗的 他也在他那个政府 伊朗的政府部门也在推特上面发推了 嗯 是呃帮着中国骂美国的 还有哪些国家 嗯 我想就知道那些恐怖风的国家 嗯 伊朗 阿富汗 还有这个中国驻法大使 呃 在法国用法语 跟他们电视台 呃 讲的这个 说统一台湾了以后要好好教育他们 台湾人是被那个政府的宣传洗脑了 他说 那他这个言论也是呃 嗯 引起了比较大的这种 他先不说 正常人看看不懂了 你知道吗 我我我听了这个 先不说是台湾被洗脑了 还是你要 你有没有被洗脑 你说这个话 你你不就是要去洗脑台湾人吗 那什么要去教育他们 就是说他表达这个意思 先不讲啊 他自己脑子里面 有那个中国政府这一套逻辑去讲这个东西 嗯 就是说他用这 他一讲法语 然后用这套语言去讲出来这个 再教育台湾的人 这个事情 所有的人一听就他妈的是希特勒纳粹集中营 就是 你你你你你哪怕换个词你知道吗 嗯 你你让他们重新学习 或者换个什么 用法语我不知道 你用什么词随便你 但是你他妈的用的是一模一样的 跟那个纳粹集中营再教育一模一样的词 就大家一听就是希特勒 你知道吗 嗯 正常一听你这个这个大使什么玩意儿 这是神经病吧 疯子吧 crazy people 简直不可思议你知道吗 嗯 那么现在看到的 你看到的是这样 没有办法 嗯 美国就是 包括就拿佩洛西去台湾这件事情 他唯一的作用 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什么内部交易啊 获取什么内部交易的信息 但是 呃 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 对美国 对中国人来说 他去的 唯一的作用就是挑起矛盾 的确是这样 你知道吗 对 你说你你说你说是呃呃是民主 是为了民主 那你不能他妈真的就是去看一眼 你知道吗 你要做点什么的 让你说你你过去跟台湾签个什么合同 或者签个什么协议 或者是签个什么意向意向什么 签个什么东西 你得做一个这种东西 然后中国 让中国连这个演习都不敢演习在周围 你这样才是去为了民主什么 不然中国中国这个外交部就说 佩洛西打着民主的幌子什么什么的 对吧 你他的确就是打着民主的幌子 因为他没干实际的事情 除了挑起 这个中国包围台湾这个军事实弹设计演习一样 不过话说过来 你说如果中国 我有谁啊 给这么个民主自由的这个幌子 给中国政府让他来打一打 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他打得起来吗 你知道吗 佩洛西 我已经把台湾推到深压边了 你只要点一下 他就掉下去了 佩洛西虽然 你说他打着民主的幌子过来 然后把这个制造了一些混乱 就是台湾中国局势 但是他妈他能打这个幌子 知道吗 他起码是这个民主国家选上去了 不管他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交易什么的 跟他老公什么的这种东西 这也是 他手段比较高 没有被选民发现 没有把他选下去 或者说他权力已经控制了 没有办法把他选下去了 他总之他有 他有那个资格 刚刚好够去打一个民主的幌子 但是中国政府 你去打这个幌子 你像吗 你只能说中国特色的民主 然后傻子一听都知道 你说的是什么玩意儿 你就这种中国大使 就法国驻法国的大使 再教育 就是希特勒的话 就这么瞪着两个眼睛 讲出来 你知道吗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这个幌子给中国打 他打都没法打 不管怎么说 现在的形势 对中国是非常好 对习近平 武统台湾是非常好的 非常有利的 这不是中国的成功 这是他妈的 我们全世界的人 包括我 现在坐在这里 包括我的 就是这些全世界 其他人的一个失败 就是一种误判 或者说 知道吧 不应该允许 中国这样邪恶的国家 邪恶的政府 去做这种事情 知道吗 对中国是非常有利 没错 但是并不代表它 是正义的 我觉得 对吧 嗯 嗯 感谢观看